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天蝎座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G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双周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做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首先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最近呢 你可能在 特别是自由接案者 这个是给小众的自由接案者的 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最近呢 你如果发现你接的这个案件 可能跟你原本的预想的不同 你可能要进入二次 就是第二度 就是去跟对方去进行一个商量 或者是协商的这个步骤 好吧 你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 你自己也都明白 是该去面对或该去做的事情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的讯息是 这两个三中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 有关于草绿色 或者是这种青绿色 你都可以自行灵活运用 做一个搭配 好吧 不管是竹章啊 饰品啊 配件啊 通通都可以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这两个三中呢 我会觉得你好像很喜欢吃一些 就是小零食 比如说一点点卤味啦 一点点饼干啦 然后一点点什么啊 最近你进食的感觉 好像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就是好像有一种那种嘴馋的感觉 自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呢 来进入这一次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这两到三中呢 你所遇到挑战排卡是宝剑8 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遇来的事件是宝 这个是圣杯1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给你说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订给天蝎座的朋友们 好吗 请稍等我一下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OK 好 OK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开场讯息会有那个 就是可能要二度商量的这个能量 已经进来了 OK 好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个是你的圣杯 不是 对不起 宝剑8 我先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个解说 它是互相对应的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权杖7 权杖骑士 还有这个算是恋人牌卡 OK 来 这三张牌卡放在一起 就是我刚刚前面跟你讲的 如果最近啊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有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啊 你真的是赴汤到火 赛所不辞 有一部分人是不得不 因为呢 这个可能就是你老板叫你去做的事 或你另外一半要求你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跟人家合约签好了 你接人家案子 就是本来该去做的事情 可是你注意看哦 这个权杖7 在这个权杖骑士 就是权杖8嘛 OK 这个呢 是这个骑士向前哦 去有点像是出征打仗 对吧 这个人呢 也是拿着棒子在打仗的 为什么呢 这有点像是说 跟你合作或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他们也忙 你也忙哦 不是说这个人把东西丢给你 就只有你在忙 所以你们双方都很忙 原因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想要去达成一个 我们想要共同去创造的东西 OK 而且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会说 这边有一个宝剑1在这里 OK 这上面是一个天使 这边有一个宝剑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业 它呢 一定是 我觉得你们算是情投意合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 你们有共识也好 或者是你们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你们才会想要 共同去争取这个胜利 然后你们也很忙这样 可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在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圣杯3 你抽到的是死亡牌卡 还有这个权杖9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你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这个权杖7呢 加权杖骑士 象征是权杖8 权杖8下一张 走到权杖9 OK 意思就是说 你注意看哦 这边在不 在手下去 你就权杖10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呢 现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事 如果假设呢 它已经让你负荷量过大 那你可能要重新跟他讨论 比如说重新讨论合约 重新讨论工作分配 重新讨论报酬 重新讨论什么 反正这边就是有一个 即将要走到权杖10的能量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哦 但是呢 我不是说什么 因为这样子 这个合作是不是就不好 不是的 这个合作是因为 它要来到一个新的篇章 它不能按照原本 你们可能规划好的那样 所以可能需要你有一点智慧 看要怎么样去处理 因为其实你们还是共同 在同一个页面上的 你们还是想要合作 你们还是想要继续一起的 但是可能其中某一个人 不知道是你还是对方 有点无法附和 所以你这边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保健8 这个保健8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边不处理 你就会有点动弹不得 哎呀 现在这个案子要继续下去吗 可是他还没有把尾款给我啊 现在要继续下去吗 怎么感觉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得突破这个困境 你能够去跟对方进行一个协商 因为来到你的未来 你看你的能量场很顺很干净的 我已经讲到未来了 钱币6就是告诉你 我们要来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个钱币 那个女王 对不起 这个钱币女王呢 加上这个judgment 就是告诉你 是时候了 我们要来谈论了 意思就是说 是时候我们要来谈论啊 钱币6加钱币7 象征的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要继续走下去 怎么走 我们来到这个真正要去谈条件 或者是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圣杯1 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 你们会谈完之后 反而你们会感情变得更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恋人牌卡 叫圣杯1 象征的就是圣杯3 你已经在这边出现圣杯3了 所以我觉得 你这2到3都其实很简单 可能需要去调整的一些合作条件 或者是彼此该说开来的 我就去说一说 后面会有很好的结果 因为说了 反而会让你们更 有点像是同心协力 或者是更聚焦在 好 那我们就这么做 我们来做一些调整 调配吧 只要是合理的 我们看怎么样 如何互相配合 就这样子 所以你的能量场 非常干净的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你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OK 那宇宙验证牌卡 不管是心疼或老朋友 我都会非常推荐 你们一定要来看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 不仅会验证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能量场之外 它们也会来验证 我们刚刚所读的 这个能量场 可能会有一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 会重复再被提醒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牌卡是Temperance OK 这个你注意看 又一样了 来 我刚刚有说的 你们两个是在 同一个页面上的 这个是圣杯盒 这个是恋人牌卡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来 我们两个互相帮忙吧 你需要喝水的时候 我帮你倒水喝 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帮你赴汤倒火 在所不辞 对吧 所以这个Temperance 就是代表说 你跟合作的这个人 是情投意合的 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边有一个 命运之轮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转动这个命运 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 你打算要跟这个人 继续长期的走下去 长期的合作 继续去经营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命运势必会被推动的 来到未来这个状况 这边有一个圣杯国王 那你注意看这个圣杯国王 人家要递这个圣杯给他的时候 他很不爽 很不爽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告诉你 你一面 就是一定有一些条件 或有一些东西 你需要去调整 你不满足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困在这个现状上面 内心这个不满足 会觉得不行 这样我可能附和过多 这个状况一定得去讨论 不然我告诉你 到最后你情绪不满足 事情又很多 责用很大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不高兴 这个可能会翻船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对应到这个 验证牌卡式的四折 我跟你讲了 我刚刚后面就有说 这个只是需要协调 但是需要一点智慧 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就是钱币四折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们互相调整一下 然后看要怎么样继续经营下去 OK的 这个圣杯跟这个钱币 会继续投下去 而且这个合作会很顺利的 就这样 你这次的牌卡 很简单 应该没有十分钟吧 我已经解完了 OK 所以天蝎座的朋友们 我会告诉你 这边很简单 所有的合作 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们都需要定期 去做一个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牌卡 就是很明显 在告诉你这些东西 我们要有智慧去处理 然后要能够就是看到哪些东西 如果假设这个人就是很好的合作对象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关系 或者是你想要成就的梦想 你要提升你的实力 你要提升你的能力 你们要找到共识 这个都是必经之路 好吗 OK 所以天蝎座的牌园 你应该破了 我有史以来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最短的一部影片 OK 但是我希望这个快很准的 这个能量运势 希望可以为你这两到三周 带来一点帮助好吗 然后也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